近日张兰晒投诉信 知大S在大陆的律师通过对他诬陷诽谤的方式炒作案件 对此大S律师也发文回应 他表示第一不怕张兰对他的投诉 手上掌握了张兰和王小飞侮辱诽谤许希元的证据 第二透露公众刑事法官在2023年12月的谈话中 要求张兰在整个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 不得在网络对许希元发表侮辱诽谤的言论 第三表示许希元已经进行尿液和毛发的检测 台北市检察局已经出具文书 确认许希元不存在吸毒行为 更不存在违法服用管制药物的行为 第四斯论C式安眠药属于国家管制药物 不是一定不能服用 而是要通过医生处方服用 法律赋予患有失眠疾病的人群 看病就医吃药的权利 邓高靖律师还转发网友对自己的声明的回应 表示对于张兰的诽谤行为 律所已经调取许希元和聚军业2018年的出入境记录 证明2018年指导许希元做流产手术 感谢观看